大家好,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怎样做好一道干煎麻油鱼 做法简单,又好吃 首先,我们准备900克的麻油鱼 20克姜 4粒小红葱 青葱,一小把 蒜6粒 接下来我们把麻油鱼下入半茶匙 10盐 给它涂上 肚子也是一样 把食盐擦均匀 放在一旁,给它腌制一下 好了,接下来姜 给它切成薄片 然后,再切成丝 放在盘中备用 然后到小红葱 再把它切成小圈 好,这样子就好 接下来是蒜 给它拍烂 再把它压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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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,放在旁 软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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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成小圈 来烧锅开油 锅中要够热 现在我们下入少许食盐 把鱼放进去 然后把它关小火 用慢火煎它 好了,鱼已经煎到它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可以把它 再次把油温把它提高一下 这样子慢火煎的鱼 这样子慢火煎的鱼 煎出来会比较香 和脆口 好啦,鱼已经金黄色了 可以出锅啦 好,现在我们锅中加入少许油 下入小红葱 和姜丝 让我给它爆香 接下来再把蒜 加进去 爆到它金黄色 爆到它金黄色 好了,已经爆至金黄色了 现在我们把它加入进去 鱼上面去 加入一茶匙生抽 好了,再把葱花 撒上 炒 炒 一道芳香示意的 干煎 麻油鱼 做好啦 无论味道和外观 都是很好的 喜欢我的频道 就订阅 分享 按赞吧 谢谢大家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